大家收看影片之餘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上次科学鑑正一口咬定没算错 但猜不到劲加加会匆匆下流鼻血 希望今次能够成功过关啦 第五场街大开心上次虽然是赚了极快捕捉之下后上一攻二破 但以蔡明啸背着顶磅跑而能够破班祭记录赢马 一定是值得追捕美 大外当街大开心很厉害 马林中间还有家喜旺 外面白露盛世 最后一百米到街大开心外面就被盖过赢了 跑第二名 总统之声 第三名 坚有料 以上像这么快的断速去计 其实街大开心即使留到最后跑 本身的断速已经比标准时间快了不少 而且更夸张到比统一放头赢马的赤马洪峰还要快 而没段时间也比赤马洪峰好 令两只头马时间相差有成半秒 今次两区的磅位一加一减 如果赤马洪峰成为大热碗 真是没什么可能不摆街大开心做必然首选 今次抽好档相信不会再留到这样后 而不知是否蔡明啸答应了要骑天衣舞缝而骑不到街大开心 不过后追马碗何札瑶感觉会比蔡明啸硬正 我经常都是挑剔何札瑶背130磅话異常省日三格不入 不过相反当他背轻磅就应该要格外留神 阴打枫然迟一个星期先跑 休息时间相对更足 档位亦由原先的十档变成五档 要数唯一缺点 只是骑恋合作常季至今只得四次 而且全数落地 要数全日得一注钱的 就离不开是要买第七场有心有刑 单在上次劣势之下 没断追胜些小不敌 总福者绝对值得原谅 今次赛前在士多佛大闸 直路转位出来之后走势非常洶涌 今次叛顿抽到一档 长兼预期步速偏快之下会好利后追马 再加上插组因素令对手进一步减弱 这一匹变倍气如果跑第二 一定走去顶炭炖鸡蛋 第八场齐齐有福上次跑假二班赛 何明年选择留到最后跑 直路罕有地见何明年用右手反手边 这下新招 明显都是被重就轻 以免耗力太多 趁头鼠前跑多一场特登输马欺骗一下 平方圆而已 不过单看没段追势感敬 相信评分都一定未尽 赛前士两货大闸都是轻松跟跑 暂时真是推测不到 为什么何明年会不骑走了去顶堤巴道去骑十二马 不过因为延迟一个星期才上阵 档位由十二档转到去六档 并且竟然可以换走何明年用班德尼 个人认为已经大大提升今次的增胜机会 之前提过马主一心想找回那的是 骑士帮手着李明夏赛区 以何明年那样飘忽的表现计 就显然不是理想人选 相对十二不华的班德尼 真是要趁今场为自己争取多一些发展机会 而首要对手我简木火同名 暂时我仍然觉得这匹马配外直骑士 是发挥得特别出色 相像田泰安所骑 赛前何良都不需要被田泰安过档亲自去试 结果正常田泰安是转弯前 可以移到去铁栏跑英的一躬 除赢马之太有愈未尽之外 本身亦做出自己在这个路程的最佳时间 亦比当日十二马跑三班赛的赢马时间快 今次看重回星熟好现象 今季亦起见马房有 雷英复星以及风彩华亭等可以打叠上名 今季骑恋合作五次只有一次上不到名 而刚刚田草骑恋合作跑者天天得乐 发挥理想之下爆出冷却 今次难得梁家俊停赛 何良不用再给无谓的硬支持而影响成绩 就等同吕健威近期全面飞起何摘摇 转交两区被潘顿博杀得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次休息完再出 神科表现仍然甚为活跃 赛前更安排三科拍跳包括达麦細杂 而且全部轻松跳赢 功夫比赢马前更加辣 相信星班都可以打叠跑得好 那今天到什么好? sportsicon 喂 你...你会不会算错的? 科研正,lave上或没有算错? Scorpion 渣导 您买了 您聍天草 您有 nostra 기� desarroll